好 立法院今天又上演了 全武行 闹哄哄的 我其实已经有点搞不懂 到底是谁打谁 还有为何而打 那这次是在内政委员会 我们先看到许巧新 因为我们看到绿营的委员 把主席台团团的都给站住了 从凌晨开始就已经去站了 所以许巧新想要把这些 立法委员给劝离 然后希望他们让出主席台 让这个会议可以继续开始 或是赶快开始 结果赖会员跟许巧新 两个人互勒脖子 接下来王洪威跟林楚英 居然发生了互殴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赶快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好看喔 谁先在这里的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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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拖到他了 你拖到我了 快点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子 干嘛 你叫我干嘛 我打人了 我好玩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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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你不要打架 你不要这样难看 好 最后那一幕你看到 洪威姐跟楚英好像互有拉扯 那有很多 立法委员 是来自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在那边喊说 王洪威打人了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画面 是可以看到楚英 林楚英委员是有出脚去踢王洪威 我必须讲 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像小学生在打架 还有人叫你滚啦 你放手啦 这个粗话都出来了 不管是蓝或绿 我都觉得很糟糕 很不OK啊 陈玉珍 一个人大战五名女委员 当然就是绿委 我们看到这是在门口 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陈玉珍想要进去这个内政委员会 就王美慧把他挡了 你看到他跟王美慧两个人 动位差不多 体态差不多 对不起 体态差不多 这两个人故有推挤 旁边有一位委员郭玉琴 拿出尖叫机在那边制造一些噪音 你看到陈玉珍委员有点生气 他说你不要在那边制造噪音 所以一把把这个尖叫机 想要把他抢过来 那这个郭玉琴当然不肯 不肯给他这个尖叫机 两个人就互抢了一下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陈玉珍一个人 跟这五名女性的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有一些冲突 看起来好像有点孤立无援 那沈柏阳或者是记者 因为记者把整个 我们的所谓的内政委员会 团团围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走廊 其实挤得水泄不通 那沈柏阳是在求表现吗 因为我们看到走廊 因为人太多了 感觉空气不是很流通 所以沈柏阳突然把一扇窗户 给拆下来了 那记者问他说 韦媛你为什么要拆窗户 他说因为太闷了 那徐晓芯就说 拜托你是黑熊学院的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有点危险 不小心万一砸下去 因为这边是高楼层 掉下去 这是二楼吧 如果掉下去会砸到人 还有如果真的要打仗 大家要打城镇站的时候 你还怕闷吗 有时候可能在地下室 或什么地方 求生的空间更小 你还怕闷吗 我们看到立法院 这一次为什么要打架 那是审选霸法 审选霸法修法的相关法案 在委员会 那委员会一大早 凌晨四点多吧 其实都还是半夜 我们看到民进党立法委员 有人请所将 先把门打开 他们要进去这个委员会里头 去霸占主席台 那目的就是让国民党 没有办法开会 让国民党没有办法来进行讨论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是立法院的监视器 看到在凌晨的时候 黄杰带着外面 应该是外面的一个所将 因为立法院那个是半夜 半夜都锁起来 应该要有议事人员来开锁 结果他自己找了锁将 把这个门打开 把这个打开 所以王宏威就讲说 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找外面的锁将 来开其他人的办公室吗 如果你开其他人办公室 我们也没有办法 甚至你有可能去开院长室 这应该已经触法了吧 犯法了吧 还有另外一幕 我们看到钟嘉宾跟黄杰 躲在茶水间 感觉要扶集 凌晨扶小初集 还有一个画面 大家可能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画面是钟嘉宾 跟黄杰在茶水间 躲在里面 不知道在干嘛 那外面有人想要进去 就是有一阵阻挡 这个里里外外阻挡 加上大批的媒体记者 所以现场非常的混乱 而许晓星呢 还指出了这一幕 她说 钟嘉宾的行径蛮鬼祟的 她这是徐晓星的原话 她说你看到 她疑似要亲丁穴中的肩膀 而且已经亲下去了 亲两次 这到底是干嘛 是性骚扰吗 洪生汉也被王洪威指称性骚扰 因为大家知道 洪生汉委员也是蛮壮的 他把门口给堵了 那王洪威想要进来 进不来 胸部可能有一些碰撞 碰到钟嘉宾的手肘 所以王洪威就控告 控诉 洪生汉 席兄 不要脸 渣男 看到这一幕 我觉得我们的立法委员 素质有点差 来 韋汉 其实刚刚我觉得主持人最辛苦 要把这个过程 这样子把它描述出来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们想要看到这样的立法院吗 可是我们的立院 从二月一到现在目前 都已经长期的变成就是救在草 刚刚在讲画面的同时 我小小声的问了一下博弈 你们台北市议会会这样吗 不会 其他的台湾各地议会也不会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现在你就拿起电话 打给你选区的立委 如果你今天你看到 我就不要点名任何一个人 藍绿白 只要任何有委员 他进行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你不是说去骂他 是跟他讲说 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委员肢体冲突 第二个 过往我们立法院有一个 叫做立院的 这个警惠请募规则的第五条 院会的时候院长跟委员会的时候主席 是可以找立院的住院警进来 排除无法开会的过程 比如说 为什么要开锁去 这都不对的 我觉得总务最好 还有立法院已经很久没有 去处理的纪律委员会 任何脱续行为有互 像刚刚王洪威打林楚音 林楚音也有踹王洪威 对 那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 希望我们的国议员在里面打架 我们今天一整张的我们的讨论 应该是讨论什么 应该是讨论选霸法 还有罢免门槛的 那个三个不同版本 国民党是认为 没有身份证的话可能有造假 所以要身份证 你不用管以往怎么样 现在是这个态度 就勇敢对人民论述 民众党是说 我们基本上是要 对不起 我讲错了 民众党是要加身份证的 国民党原本是一票要提高 可是也已经策案了 民进党无比原版本是说 要写那个换针事情 重演吧 我们应该讨论这三个版本 对我们的选爸爸来讲 什么会比较好 而不是阻止这个讨论的过程 我们刚看到每一个动作 都在阻止讨论过程 先跑进去查水间 开锁 然后等着要抢主席台 坐在主席的位置上 你凭什么 然后过去你起来 然后打架 然后陈玉森坐在那边以后 我们也会说你不要 那就形同什么 形同我现在都不要讲话了 等一下会会员哥讲话 或者是博弈讲话的时候 我过去累他脖子 然后把那个博弈的地方扯掉 然后你就是主席 我就把钳子那个椅子踢翻以后 我就在那边 对不对 那这什么节目 我们今天是谈 对我们是政论节目 我们是谈时事 立法委员就是要修法 你要跟民众讲说 你为什么要修这个法 为什么修成这个版本 以前为什么不是这个版本 为什么着字经非 你要论述 然后最后投票 然后送院会 结果现在都不是 都在搞那个谁躲在那边 谁又摸了谁的胸部什么的 这怎么会是我们的立法院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中华民国的选举 不管是议员 立委 总统 市长 有人可以跑到投开票走去 把那个投开票弄乱以后 不能投票的话 那我们这样还能民主吗 所以我们要 我们必须严肃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说 当立法院不管是院会 不管是最后二读 三读 或在委员会当中 都已经出现 我只要瘫痪这个委员会 或是我把那个美方折断 或者不能开了 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因为世界各国都有冲突 那都是重大法案的时候的表态 可是绝对不是这种无限轮回的 我只要把门挡住 把门锁住 把人推出去 把这个怎么样 你又磨到我了 我要告你性骚扰 这样就会让我们整个立法院 都瘫痪掉 我觉得是不对的 所以警卫的条例第五条 我觉得院长跟各委员会的主席 应该要就是 应该要进到实质讨论 如果有人这么做 不让会开会的话 我觉得柱卫警进来 不是对委员动手 而是排除不想开会的过程 有的还是别的委员会的 你根本就不是个委员会 跑到这边闹 请你回去好不好 大家都要开会 然后我们才是选民 选民才能够遏止这些 立法院的脱续行为 我也知道他们不是故意要这样子 因为别人都来的 我们不来的 我也没办法交代 尤其我的是党团干部 他们必须去做 但是我的结论 我觉得蓝绿百 现在目前在立法院的这种 不是在讨论法案 而是在那边嘶吼 推及 然后又怎么样要去验伤 我觉得并不是民众想看到的 有证据 我第一个点名黄杰 黄杰可不可以把他抓起来 莫名其妙半夜四点多 找锁匠 破坏门锁进去委员会 这已经有证据了 有录影 有监视器 这不能抓起来吗 来 伟毅 好 先讲黄杰这部分 黄杰委员抢王鸿威委员说 骂他 指控他 凌晨找锁匠开门 他说他不排除提告 我强烈要求黄杰委员 赶快提告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 可能真的说错了 不是黄杰委员 找锁匠开锁 是他自己开锁了 是黄杰自己开锁了 连锁匠架都不用 他自己开锁 都拍到了 对 都开到 他自己开锁充进去 请问一下 这到底有没有闯空门的问题 我不知道 我想知道的是 如果你真的想这么早进去 你前一天就可以跟 相关的议事人员讲 请他先帮你开门 或者是给你钥匙 不需要做这类似于 小偷的行为 破门而入 而且这四点多的情况 五点多的时候好像 柯建民还要过来 他敲敲门 他的门就打开了 就让他进去里面了 这些东西有意义吗 完全觉得没有意义 是笑话 以往只有开院会的时候 会假动 就像被民党搞的 连开委员会 也要假动 上个礼拜 内政委员会 已经很夸张了 五十一席的民党立法委员 通通集到内政委员会 里面去开会 连他们自己的司法 经济外交委员会 国防都不管了 通通空转 也要来这边霸占主席台 那边喊口号 没想到到这个礼拜 更加上演了 而且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一个是黄杰可能疑似 就是这个闯空门的情况 再来就是 王洪威委员跟林楚英委员 大家互相说攻击 跟各位报告 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完整的影片 完整的影片 前面是王洪威委员 因为想去救巧新 巧新被賴慧委员 勒脖子住了 所以王洪威委员说 不要这样会很危险 下面的林楚英委员 攻击他用脚踹他之后 洪威委员才反击的 当然很多队 很多绿营的人 他从头到尾 就把前面这段给省了掉 只看到后面这段 好像批批王洪威委员在打人 在攻击人 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再来接下来 女生互斗大乱斗就算了 居然中嘉宾委员 去偷亲我们丁学中委员 这到底是为什么 而且他很鬼祟 亲他的肩膀 对 亲他的肩膀 而且还露出笑容 丁学中委员还跟他说 好了 你不要了 他们俩感情很好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是支持多元成家的 这我没有意见 再第三个 沈柏洋居然还去拆 走廊的窗户 说因为太冷 太闷 太热了 他把窗户拆掉 冷气跑了之后会更热 完全不能够理解 整个立法院在干嘛 尤其是最大的重点 是国民党 早就已经把提案提回来了 我们针对的已经不再是提高罢免门槛 而是我们也倾向重演审查 联署书的方向了 跟民进党 跟民众党的方向是一致的 大家坐下来好好开会讨论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所以我个人认为 民进党演这一出 就是摆明是作秀 摆明就是演戏 因为他想为了 接下来不管是罢免还是选举 得到政治利益 然后让整个立法院 沦为全世界的笑柄 来 惠文兄 这个台南市议会也没有人打架 可是是台南市议会比较黑 还是立法院比较黑 这个签字我有不自杀声明 我最近也不想去台南 这个言论免责权跟刑事豁免权 它当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立委他只有言论免责权 他什么时候有刑事豁免权 所以我汉兄看了那么多年的立法院 在打打闹闹 刚前子说要去办黄姐 不可能去办黄姐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说 要去办黄姐 闯空没人不行办他 那你叫你的韩院长去办他 我怎么会有意见 你把他枪毙好了 那我不太懂 为什么叫做女战神 这我们要鼓励打架的行为 蓝的去鼓励徐晓星跟王鸿辉 然后绿的去鼓励林楚莹跟这个什么 什么王美慧他们 这怎么会这样子 我要跟大家介绍 聪明的是这样子 在打的时候罗志强在直播 强哥 你实在有点聚 你看我们朋友 叶元智也在直播 你们为什么都在直播棒去 你们的工作到底是 你们是在直播还在当立委 所以前子女的叫战神 男的在直播 所以请王鸿辉跟徐晓星 你们去买直播棒好吗 自拍棒 就学罗志强跟叶元智 他们也是立委 他们也在开会 他们有动手吗 没有 他们就表演直播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要看这种立法院在干嘛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结论就很简单 就是蓝白在立法院过半 然后律不服输 然后蓝白也没办法 韩国瑜是立法院长 国民党加民众党的票 是大于民进党的 可是没有办法开会 也没有办法表决 以前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 那八年的立法院不是这样子吗 不然怎么会有太阳花呢 对不对 那不然太阳花是怎么占领立法院的 卢秀燕 卢秀燕你支持官说司法 去找王金平很好 那上个礼拜不是跑去告了吗 去办 叫台北地监署办 奇怪 台北地监署 你们都跑去告了 上个礼拜是民进党团 去绑架议事人员 可是今天打打闹闹之后变成什么 就像刚刚两位前辈讲的 你有动手我也动手 对不对 你动出我也动出 那谁占了便宜呢 我们要看这种立法院吗 不要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我在这边就呼吁 前职的朋友韩院长 立法院长的 为什么是我的朋友 不是 立法院长的工作是什么 就开会 超义协商 大家要没见 这个院会报告什么的 你做这个立法院长 有意义吗 今天立法院打成这样子 然后我请问你 你刚刚看到前职播的画面 你有看到韩国瑜 你有看到江启臣吗 政府院长都不在 为什么 政府院长是不会下去打架的 你们去打吧 那我只请问大家 打了几十年了 就不是今天才打 当初打架的人就是韩国瑜 他有什么立场去讲别人 他也没立场讲话 好啦 希望以后 我不要坐在这里 或站在这里 再播这样的画面 我不想看到 那你不要来 接下广告 怎么可能会没有 선생님 我跟你说 我很欢迎认责伤 ganzen转发 你 bananas